十八岁,我加入警队三十七年的服务时间内 我做过很多职位,巡邏小队,刑事部 但我最喜欢的是教学步操 因为步操是警员培育纪律性的第一步 走好第一步至关重要 我叫高帝权,我是香港警察 早安长,A班26人,26人齐 今天我的课是操中式队列,和和你们练升旗 我是警察学院,操练及枪械训练组教官 多年教学经验,让我对步操动作架轻熟熟 直到去列,第一次接触解放军队列 我的职业生难,仍来了全身挑战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可以更加放军,学到中式暴粗 其实阿常知道我在部队之中是最连长的 他都跟我谈过,他没有想着我会参加的 大家轻轻的抬头,收下额 去年2月,驻香港部队,应邀到警察学院进行对列培训 再坚持下去,我有幸成为第一届学员 亦都为这次训练,做出了仓份准备 连续两周队列训练,依旧是一次艰苦的考验 高一点,再高一点点 印象非常深刻,他首先年龄比较大一点 但是他在逃长上不输于其他年轻的学景 但是如果你做到解放军教官所教我们 怎样去做到的力量,即是爆炸力的话 其实你这么细微的动作,被人的观感 都是一个很精神,很有一个澎湃的力量 步骤动作幅度大,但细微动作少 解放军队列就刚刚相反,看似简单的动作 每个位置的细节都必须标准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正步 正步除了他的姿势很优美之外 要下的复工是十分之大 是都要有长时间训练和体能的消耗 和专注力十分之高 所以,解放军教官的每一次教学 我都要不断重复練習 而他们一丝不久的工作态度 和严谨专业的教导方法 让我受益非前 这个令到我是很佩服 可以拿他们来做榜样 希望能够,也是一样 我将他们最好的一面 我吸收了之后 去培育我下一代的未来警察 现在总体培训的大部分的人 都是他们各大基督部队的教官 他们自身动作,学会的同时 还要学会我们解放军的一些 组训的一些经验方法 A班,天球令,切步中 从去年十月开始 香港警察学院 新招收的督察级和警员级学院 全面转为训练解放军队列 而我们将会把所学的一切 传授给新一代香港警察 我们将会教大家做一个升旗 有没有不清楚A班 A班 刘森楼 好了,两位仔招职之后 放在右手上 要打到右手上 一二三四四五六七 拍舞力 令铃正 给例 好了 我都和他有很多圈面的话 告诉他 现在是刚刚时代的改变 刚刚起变的时间 你进来 应该值得感觉光荣 从部粗到队列 我们走出了十分有意义的一步 这个是历史性的转变 而我们正是见证者和前行者 时代的进步 一直一直都是向前发展 而报粗和现在中式对面 也是一个很好的转变 也我们要面向祖国 和一路向前看 不要再常常回顾以前 在后面的意义 就是我们已经回归给祖国 其实我们背后 是有祖国强大的后盾 支持每一个香港人 下国者 真的 其他人不愿意 正步一小步 卖出的不仅是部分 更加深了 我们的民族自信和国家情怀 每一步都更靠近祖国 每一步都更有归属感 我是香港警察 我热爱我的祖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